這次秀肌肉聯合軍演之後 聽說所有的官兵們也超High的 還有一個Happy Ending 對 我們看到18號 進行一個海上聯合的會合對不對 22號就是昨天 美國海軍的史坦泥斯上 跟我們今天的官兵 做了一件什麼樣的事情 各位知道嗎 全船休假 大家開始跳下去游泳 你看 結果大家都站到這個懸邊對不對 然後噗通噗通 像下水餃一樣跳到海邊去 你看 這個真的 這個菲律賓海這個海洋 大家就跳下去游泳 玩 為什麼呢 因為史坦泥斯上我們知道 他從他的母港 你看 就準備 你看 站得很高 然後噗 就跳下去 這個好幾層都高 徹底放鬆一下 對 徹底放鬆一下 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他整個從母港出來 已經很長一段時間了 我們最近這一連串 在西太平洋地區的新聞 包括像美韓聯合軍事演習 對不對 然後在南中國海的 這些各個行動等等 史坦泥斯上這一段時間 在整個西太平洋中 有大事 他都有參加 之前還申請去靠泊香港 那時候因為中國大陸卻表示說不方便 不讓你來香港靠港 所以既然是不方便的話 剛好他史坦泥斯上也等於說 少了一個靠港的機會 官兵也比較沒有辦法 在那個時候能夠上岸稍微 休憩 身心一下 既然這樣在海上 因為也執勤了 離一段時間以後 對航空母艦來說 他上面的官兵 其實每天都保持在一個 高度緊張的一個狀態 這個時候如果說 你每一天每天 只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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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崩太緊 那就崩太緊了 如果彈性皮拔就會出事 最有名的例子是什麼 是2003年在美國攻打伊拉克前的前一天 當時有一艘 我們知道攻打伊拉克是2003年 3月底 對不對 有一艘那時候 美國的林肯號航空母艦 他從2002年的7月 就從母港離開 那時候到那邊 你看看已經多久了 已經大概快8個多月了 那時候就已經要準備開戰的時候 官兵都非常緊張 所以那時候船上接連發生很多狀況 包括加油機去把人家加油嘴 加油機上就他們的電戰機去加油 空中加油 把人家加油嘴扯回來的 然後船上還發生很多狀況 所以後來艦長知道 不能在那樣下去 一定要全船停下來 然後大家讓大家所有的身心放鬆 所以後來大家就有看到 在波灣戰爭前 有說什麼陸軍跟什麼空軍的差別 就看到有一堆美軍的飛行員 泡在游泳池裡面 其實都是海軍 就是在林肯號上 就是在美伊戰爭開打的前一天 為什麼 他要讓官兵能夠先鬆弛一下情緒 然後隔天再緊繃去進行一個作戰任務 要不然的話 如果說連續這樣子都緊繃的話 那你以航空母艦來講 那真的很危險 很容易出事情的